要跑,這三天都要跑超長的 不是跑啦,年輕是快走超長的 每天都七八公里 這三天都可以做這些 不知道到時候 復健不了,現在比較好 瓜哥說你是4月1號要去那個5公里那個嗎? 答應人家10趴都要爬 有信心可以完成 完成是一定可以啊 還是說幾近千幾米 那是不可能 關我們跑,我只是報名 我們陪我們跑的 本來只有5個現在變20幾米 陪跑團這麼多人 謝忻啊,瑪莉亞 Herry啊,柔安啊 柔美林 柔安不跑步的是怕我摔倒 哈哈 柔安檢也請陪跑 對,他陪走 他有這樣有開始在練習嗎? 有感覺我們兩個會一起去走超長 嗯 所以瓜哥超長大概是要走幾天 大概怎麼進去的話 八公里的話 三十十圈 所以一天一個晚上就八公里 沒有晚上,差不多 像禮拜天,你超廠有開放 那禮拜一到禮拜五 開放是五點半 大概走到七點 那有給自己設那個時間的目標嗎? 沒有啦,第一次是 因為很害怕嘛 可是很多人鼓勵說要去跑 跑馬拉松對我來講 是不是遙不可及 可是 一件很新鮮的事 讓我也很好奇 哈哈 那有幾個要好的醫師也說 他現在跑馬拉松 跑馬拉松的確對身體心肺很有 那總是要從五公里用爬的先開始 因為我有感興趣 比如說慢慢將來可能八公里 二十公里啊 沒有啦 八公里啊 十二公里這樣往上下 所以還是會有那個 憧憬想要去走 跑那個半馬 會啊 你看我的化妝師 都跑四十二公里了 萬金石 金瓜石 萬金石 萬金石 我都覺得他們都很有毅力 我周遭的人都在跑 我覺得 你們好像 也要跑一下 那不然追不到你 對追不到你 有起 三鐵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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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T3啊 第一關游泳 衛視中文台三四年前就早了 每一次早 什麼花蓮去慈善路好 有這份慈善心 那沒這個體力啊 有什麼用 所以不能丟臉了 先從這邊台北 送醫院比較建議 哈哈 可是瓜哥你這樣訓練 就是那個運動量那麼大 就是總是講 降三公斤 體重降不是重的 其實真的要瘦還是要靠吃 運動是不會瘦的 除非你運動加上飲食的控制 小禎怎麼瘦我也不知道他怎麼瘦 我沒跟他討論看 小禎他不是說他剩下七公斤 就可以領你的那個380萬 但是他別忘了不能負胖 喝到明年三月對不對 沒有沒有給他期限到一個過年 因為過年跟他訂的就訂到今年的過年 所以獎金早就準備好了 這個也是苦力爬爛 因為他有時候皮皮的嘛 他自己已經有動力到20公斤了 但我覺得再推他一把 再推他一把比較可能 最重要的是讓他要維持 獎金不是一次領完的啦 你一定是要觀察個幾年 一年給了比如說180啊 分期給 不然你會觸犯到活睡法 好像鎮魚睡成這樣 可以延長他 延長他繼續減肥的心情 不然他今年直到半年他就想 要繼續喝不戒酒的 他的酒戒酒期直到6月而已 今年6月 本來他的戒酒期 喔是喔 是啊 那我是說你這樣不行啊 難得接下來 不可能能嘗試戒酒 我就給你鼓勵 所以我的鼓勵是因為有的 他的目的存在 不希望他再去沾酒 他瘦下來真的變得很漂亮 瘦得很明顯 真的很明顯 瘦得很明顯 你們看到時數比我還多 看他的時數 所以小鎮這次沒有要喝到他吃飽了嗎 沒有 他最近在拍戲 喔 他比較忙 下次再找他了 欸 這個衛視中文台有多少要跑的 什麼國家地理頻道要跑的 汪池路基都要跑的 還有衛視中文台 台灣的路跑現在很流行吧 一年四百多個都有 那路跑隨時都有 你看他衣服質感 拍漢的 拍漢的 對啊對啊對啊 他本來沒有做這麼好的 因為我們跑他才做 哈哈哈哈 你要拿這個 應該應該 來來來 謝謝大家參加路過運動